一个地方如果说盛产了石油和矿产 那是不是这个国家就会强 老百姓就会很富呢 答案不一定 你看哈 伊朗 伊拉克和科威特那几个中东的国家 石油储量非常丰富 但是不但没有带来财富 反而成为了战争的火药桶 导致民不聊生 那么始作勇者是谁呢 老美 人家呢通过军事名火执杖 建立起了石油美元拔权体系 维系了几十年的老大地位 但是在今天 类似中东这样的悲剧仍然在上演 2019年11月10号 布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仓皇逃亡到墨西哥 这堂堂一个国家的总统 为什么这么狼狈呢 布利维亚呢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磷矿储量 2019年 莫拉莱斯呢 试图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开发 这就让西方的国家坐立不安了 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 煽动国内反对派势力 让民众上街示威 指控莫拉莱斯在选举中舞弊 被迫辞职的莫拉莱斯痛心疾首的说 这是一场国家和国际政变 那么这个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以至于老美要像石油一样 宁愿背负干涉他国内政的骂名 也要想方设法的站为己有呢 这个背后呢 其实还是能源之争 当今世界能源结构 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以光伏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 强势崛起 如果说世界将会步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 电动车这一仗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最终的结果 而离呢 恰恰就是新能源车 最重要的原材料 如果说没有离 甭管你是特斯拉 还是国内一众造车新势力 通通都携财 这就是现在大国们 一致抢入背后的原因 一场关于离的战争 早已打响了 我们开头提到的老美 2008年呢就宣布 不对外公布离资源的储备信息了 目前呢 总统拜登已经启动了特殊法案 给离矿企业大量的政府基金 鼓励他们开发 日本也开始大举的进军 离矿产业 2018年4月软银投入80亿日元 取得了加拿大内马斯卡 离业9.9%的股权 而全球装剂量排名老二的 韩国LG新能源 也通过采购合同 来提前锁定矿产资源 全球离矿资源 58%的分布在南美州的玻利维亚 阿根廷和智利 他们的离矿的不仅 储量高品质高 而且呢开采成本低 所以说呢 南美三脚带就成了各方争夺 最激烈的战场 我国离资源呢还算丰富 但是呢 我们的离矿不是分布在高原冰川 就是峡谷山脉 这个开采难度是很大的 成本也很高 正因如此啊 中国的矿企电池厂商和车企呢 都选择走出去 去海外布局离矿 为国囤离 比如财大气粗的银网 早就已经投资入股了 北美离业 加拿大和澳洲等国际巨头矿企 新能源龙头干风离业 从2013年开始呢 就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离矿复国买买买了 2014年 天奇离业也不惜压上 全部的身家背水一战 以54亿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 离业巨头泰利森50%的股权 四年之后呢 又成为了智力最大离商 SQM的第二大股东 还有像紫金矿业 华油股业和苏州天华时代等一些企业 最近两年呢 都有一些大手笔的海外并购动作 尽管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范围 扫货离矿 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正无忧了 因为过度依赖进口 一旦离资源出现证据不稳定 或者说呢 价格波动的一些风险 将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供应 而另一方面呢 布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下台 也警醒了南美和其他的国家 智力阿根廷不仅有意将离矿国有化 还主张的成立一个 类似像石油组织欧佩克的协会 以此来掌握开采和定价权 今年一月份 比亚迪呢 中标了智力一矿山的勘探核生产权 但是落锤才两天的时间啊 就被智力的法院叫停了 所以说 在这场离矿争夺战当中 除了在海外大肆买买买 还要提升咱们自身的开发能力 统筹离矿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做好离资源的战略储备来 能否将离资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不仅关乎一家矿企车企和一个行业 更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关注小瑶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